中文字幕——YK 请坐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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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 诸位法师 尊敬的 诸位大师们 诸位嘉宾 诸位同学们 在我们讲话之前 强定万法师 要让我带大家做一个三皈依 大家跟着我念 皈依是词不常 皈依跟我念 皈依佛 二祖尊 皈依佛 利欲尊 皈依佛 皈依佛 利欲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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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祖尊 皈依佛 利欲尊 皈依佛 利欲尊 皈依佛 皈依佛 二祖尊 皈依佛 皈依佛 利欲尊 皈依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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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anātipātāveramani shikkāpadam samādhiāmi Adinnātānaveram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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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kkāpadam samādhiāmi 十三皈依 故人教学 首先把教学的宗旨说出来 让学生有一个目标 一个方向 我们说佛到底是学下什么 我们想要求是什么样的成就 我们才满意 这个三皈里面都告诉我们 皈依是回归 就是回头的意思 一是依靠 皈依佛 实际上是归以自信佛 三宝有很多种的说法 最究竟的是自信佛 佛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 也就是说 学佛的人一定要觉悟 不能迷惑 第一呢 我们要从迷惑回过头来 以自信佛 以自信佛 这才是真正的归佛 第二呢 归法 法使自信佛 法使自信佛 正 正而不邪 我们从 邪知邪气 回过头来 回过头来 以正知正监 正知正监 是自信里面本有的智慧 这个意思很深 要以自信本有的智慧 智慧不是从外面来的 从外面学来的 是知识 不是智慧 智慧要觉悟 要大彻大悟 明心见心 这个才是智慧 智慧能了知 明了知道 释出世间 一切事的真相 一切事物的真相 那么唯有正德 才是真 所以佛教我们 要开悟 要证得了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个里面一丝毫的迷信 都没有 那么第三呢 我们在修学的时代 要依靠生团 生团里面是以清净为敌 那么归身的意思 就是从一些染物回过头来 以清净的心 以清净的行为 这才叫真的三归 这才叫真的三归 佛陀教我们 在日常生活当中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都不能离开这个标准 离开这个标准 就离开佛陀的教会 就不是佛陀的学生 佛陀的学生必须念的 要记住 这三条最高修学指导原则 那么这个叫自信三宝 这是真的归习 而不是佛的形象 那我们这边供的是佛像 这个佛像呢 金本 叫法宝 佛是僧宝 出家人呢 是僧宝 这个三宝啊 叫住持三宝 佛不在世了 佛离开我们了 我们为了纪念佛陀造他的形象 看到像 如同看到佛一样 提起我们对佛的 娘母的心 恭敬的心 向他学习的心 是这个意思 这个不能不懂 法是经典 看到经典 经典是佛的教会 当时佛在世是用言语 佛灭度之后呢 这是用文字 用文字来记载 看到这个文字 就如同看到释迦牟尼佛在我们面前 我们读经文就是听释迦牟尼佛的教训 是这个意思 佛的教会 必须要真正能够理解 它究竟讲的是什么 这个理解 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在中国佛教展开经卷的有一首记字 这个记字是唐朝 他说 吴则天 他写的 写得非常好 他说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仅见闻的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最后这句话重要 我们怎样才能够理解如来的真实义 如果把如来真实义错解了 这个罪过就很重了 那么解如来真实义最重要的佛教给我们清净善知识 也就是清净一个好的老师 好的老师标准是什么呢 这个老师在佛经教里头真正的他却悟了 这是真善知识 是真的恳悟 真的明信信信 这样的老师不读我 不但不读我 可能现在根本就没有了 这是什么原因 原因完全在沉静 我们对佛有没有真诚的心 恭敬的心 没有专闻 没有专闻怀疑 用清净心 真诚心 恭敬心 听讲 或者是读诵 我们才能够解得如来真实义 但是这个真诚到极处 所以是智诚感通 我们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古人用 有效 现在人用的还是有效 但是现在人受过科学的影响 科学提倡怀疑 如果我们对佛经怀疑 对于释迦摩尼佛怀疑 对于经典怀疑 我们就不得其门而如了 那么我们听经 学经教变成什么呢 变成一种知识 就不是智慧 智慧才是如来真实义 知识不是的 知识是谁的意思呢 自己的意思 自己是凡夫 所以还是凡夫知见 不是佛知佛见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这一次我接受了总统的邀请 没有想到到斯里兰卡来 让我感觉的很惊讶 这边的人民这么淳朴 对于佛法的尊重 我在其他地区没有见到过 那么这种尊重 是不是就像佛经里面所说的 真诚恭敬 毫无怀疑 我们可以说 这三个条件通通俱足 那有没有到佛的标准呢 古人所说的 愿皆如来真实义 这个我们不敢讲 但是比较其他的一般地区 西里兰卡是非常值得人尊敬的 值得人尊重的 这个国家是个小国 是个普通的国家 但是昨天我跟教育部长交谈的时间很长 在总统府里面我们就见面 直到斯里兰卡的学校 有一万多所学校 学生从上学 小学 中学 大学 都是免费的 也就是国家负担的教育费用 我看到很受感动 想到我自己 少年时候 因为家里面 家庭环境不好 清寒 教不起学费 而逝世 我十四岁以后没有再念书了 就为了这个原因 那个时候我天天在想这个问题 我喜欢读书 为什么不能读书 是因为家境清寒 所以就想了一个问题 如何能够令天下的儿童 不因为家庭经济环境的问题而逝世 让他能够从小学 中学 大学完成学业 钱从哪里来呢 钱从国家来 国家负担 国家的钱从哪里来呢 国家征收人民的教育费 不知他这个工资多少 赚钱多少 能征收十分之一的教育费 他能够赚十块钱 据一块钱的教育费 那么国家这个专款专用 不做别的用途 大概可以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没有想到这八十年之后 如果我在这个地方遇到了 你知道我心情多么快乐 多难得 那么我们才晓得这个政府 它重视教育 国家的支出 国家的支出 大概教育费用是摆在第一 而不适用军火 一般人的发展是武装 这个地方没有 这就是武装教育 我们希望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国家 都能向斯里兰卡学习 我们不要军费 这个军费花那么多钱不值得 这个钱应该拿来搬教人 保护国家用不着军队 特别是现代这个时代 许多人都知道 武力不能解决问题 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 我曾经在战争爆发三个月之前 写了方向格布什总统 劝他用和平方法来解决问题 不要用武力 结果很遗憾的 最后还是发动战争 这个战争呢 布什总统也知道错误 为什么 开战容易 没有办法结束 一直到他重重下台 这个问题都不能解决 那战争的时候没有死人 可是在占领期间 这个地方这些暴动的时候 美国人死了好像有几千人 非常不值得的 非常不值得的 非常之可怕 整个社会变形 在这个之前 我曾经在美国住过十几年 美国的确是民主自由 我们出去旅行 飞机没有什么检查的 朋友在美国的时候 迎接我们 可以在飞机门口 我们门一打开 就看到朋友迎接了 送飞机的时候 一定送我们上机 行李都摆好 他才离开 离去 现在在美国不一样了 检查比什么都严格 甚至于还要你脱衣服检查 所以我们都不愿意再过去了 我跟布什总统见过面 那是一次也是有很大规模的活动 进入会场 检查比飞机长的时候 要严格十倍都不值 保护会场的士兵 我看到大概有六七十个人 都带着冲锋枪 如临大敌眼 这哪里像是打神仗的样子 所以让我感触非常之深 所以希望这个世界上 永远不再有战争 战争 祸害无穷 云云相报 哦 学佛的人知道 还有一些宗教人知道 有轮回 六道轮回 最早是婆罗门教说出来 以后被证明了 凡是修四禅八定 都能够把这些事情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何必借这种冤仇呢 这是不值得的事情 今天学会的动乱 根本问题是在教育 现在教育也不错 学校很多 学校是很多 他的教育方向偏了 那完全是 重视科学技术教育 人文的教育没有了 人他会制造机器 会使用机器 但是他不会做人 不懂得做人 只为自己 不知道为别人 东方 把传统东西丢掉了 中国 丢掉自己传统 二百年了 西方 把宗教教育 丢掉了 才形成今天 社会混乱 地球灾变异常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古人 也不算是很久 我住在澳洲的时候 昆斯兰大学校 有一天请我吃饭 学校的教育长 还有几个教授啊 陪同 教育长告诉我 他说在二战之前 欧洲 欧洲有一些专家设置 曾经很认真地 研究过 世界上 四个古文明 三个 都消失了 为什么中国还存在 为什么中国还存在 这一个议题 他们经过很长时间去研究 得到一个答案 可能是中国人 重视家庭教育的原因 我听了之后告诉他 这个结论完全正确 确确实实 中国古人懂得教育 有教育的智慧 有教学的理念 有方法 有经验 有成果 这个在《理记》里面记载的是 建国军民 教学威胁 中国创造文字到今天 大概有四千五百年的历史 在没有文字之前 不能说没有文化 文化就更糟了 印度教的长老告诉我 他们的宗教 至少有一万三千年的历史 我相信 但是我也有理由相信 中国传统文化至少也有一万三千年 确实他抓到了教育的核心 所以他懂得 教育怎么兴起来的 这是个问题 就是教育的语言头在哪里 为什么要有教育 中国古人那个时候 佛法还没传到中国去 就知道人心本善 中国古时候 中国古时候 教同盟 就是教小朋友 四五岁的小朋友 念三字经 三字经上的头一句话 人之初心本善 就跟我们佛法教学的三规一 是一个意思 一曲同工 人心本善 那本善是善就是佛 所以大乘经里面 佛教人第一句话告诉你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你看 把目标告诉你 你本来是佛 那我们学习的目标 学习目标是成佛 成佛跟释迦牟尼佛一样 跟阿弥陀佛一样 没有两样 那成佛是什么意思 成就 究尽圆满的智慧 圆满的得能 圆满的想好 这东西要不要 要不要智慧 智慧才真正对这个世界上 一切伐的真相完全通达明了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你想不想要 你想不想要有好的德行 像圣人 神圣的得能 向好 健康 长寿 永远不会衰老 好不好 大家都想要 大家都想要 能不能做得到 现代的科学家告诉我们 可以做到 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 发现什么 人的意念能够支配物质现象 我们的身体是个物质现象 你的意念好 你身心健康 你永远不会生病 这学佛同一个好处 这学佛同一个好处 那我们的心理健康 还没有达到佛的标准 如果达到佛的标准 真的 年年十八了 不会衰老 永远不会衰老 永远不会生病 你看菩萨的相 相貌都没有圆满 我们能不能造得出来 造不出来 它的相太好了 我们造出来的相 百分之一都比不上 所以 这是修佛的好处 你真的明白了 我们要这个东西 世间东西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掉 所以佛教我们称佛 跟它一样 所以佛 菩萨 阿罗汉 是佛教修学 学位的名称 我们在佛教里 学佛陀教育 第一个目标是阿罗汉 阿罗汉是学四 把我们学位拿到了 再往上去提升 第二个学位 菩萨 最高的学位是佛陀 所以它是学位的名称 不可以把佛菩萨 当作神明去看待 那就错了 神明里面有天神有鬼神 佛不是天神不是鬼神 只有他才真正了解 宇宙人生真相 那么佛说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天神也是众生 他本来是佛 他当天神了 鬼神也是佛 也本来是佛 他现在做鬼神了 我们每个人本来是佛 现在变成人了 我们今天看到一头大象 大象是出身 他本来是佛 他现在变成大象 佛的意思是 我们应该要恢复到 我们本来面目 本来面目就是佛 这个目标太伟大了 太神圣了 我为什么要学佛 你把它搞清楚 如果不学佛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三规一了不起了 佛让我们一生都要遵守 归于佛 佛是智慧 智慧 佛报 圆满的人 二足尊 二就是一个智慧 一个佛报 这两样都圆满了 足就是满足了 这个人就成佛了 那不要佛呢 那就是不要智慧 不要智慧是愚痴啊 没有佛报就是贫穷啊 贫穷啊 你喜不喜欢贫穷 喜不喜欢欲痴 大家都不喜欢啊 那佛非要不可啊 那佛不可以丢掉啊 有佛就有智慧 有佛就有佛报 这是决定的 那我们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不是迷信 那但是今天我们修佛的人很多 真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的人不懂 我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排斥佛教 我不相信这个东西 我说它是迷信 我曾经有很好的朋友同学 有学基督教的 有学伊斯兰教的 我都去他们的清真寺 去他们的教堂 我很喜欢他们 为什么 他们讲经 他们教学 佛教没有听说讲经 纵然有讲经就听不懂 不得其利益 所以兴趣就没有 学佛的英语 是我二十六岁在台湾 我跟我的老师去哲学 老师是个著名的哲学家 方栋梅先生 他给我开了一门功课 我不是在学校学的 在他家里 家里小客厅 学生就有我一个 给我讲了一部 哲学该论 最后一个单元 是佛经哲学 我感到非常惊讶 佛教是宗教是迷信 他拿来的哲学 老师告诉我 他说你年轻你不懂啊 释迦摩尼 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知学家 佛经是世界知学的最高峰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是在这一个单元 学到的 才真正的了解 认识 世间上有这么好的东西 我学了六十一年了 我敢跟老师 你们看我后头 有我老师的照片在后 我念念不忘老师 那老师给我智慧 老师给我幸福 这是真正的 把佛经知道他学会什么事情 这样子 如佛门 第二个老师 张家大师 这是真正学佛的 前面一个老师 是教授 是个正学家 张家大师 张家大师 劝我出家 劝我学释迦摩尼佛 教我去读释迦摩尼佛 释迦方志 先认识释迦摩尼佛 你学佛 你对佛头不认识 你会走弯路 会走岔路 那就很可惜了 所以我跟他学了三年 他老人家过世了 缘解了 我的佛学基础 张家大师给我点点的 我这三个老师少一个 我都不能成就 最后一个是 我老师过世之后 我跟黎炳南老师 这个老师是 儒佛道读通 非常难得 我跟他识念 这个讲经教学 是他教过我的 我晓得 释迦牟尼佛一生 你看 他十九岁 离开家庭 放下烦恼 去修道去 修学去了 学了十二年 在菩提树下 争过我了 学了十二年 差不多都学完了 不学了 把锁智障放下 那都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啊 大车大悟之后 大车大悟之后 就开始讲经 在洛叶云 教无比丘 从这开始 七十九岁 一生 讲经教学四十九年 没有一天休息 树下一休 日中一时 你说那个身体多好 我们晚上树下一休 第二天要到家户病房了 不如人家啊 那叫金刚不坏神啊 这就是 这可以做得到的 以前我说 佛的身体好 我们说 现在我们懂得了 我们可以做到 佛为什么做到 身心清净 没有烦恼 没有欲望 所以它没有障碍 我们的身体 被我们自己毁掉了 被什么东西毁掉了 心 是什么心呢 自私自利的心 贪嗔痴慢疑的心 这个心不好 这个心呢 把我们的身体 也糟蹋了 在天台中 《大臣之冠》里面 那是智者大死 唐朝时候的人 这是一代大死 他告诉我们 我们凡人 身体不好 有病 这个病呢 有六种原因 第一个是四大不条 你不知道保养身体 所以你的病 第二种呢 饮食 现在的饮食 很麻烦 这个地球 严重的污染 特别是农药 花肥 我们素食 也受到污染 所以现在逼着我们 我们要吃一点干净的东西 没有染污的东西 只有自己搞农耕 所以我在澳洲 我买了很大的农地 有一千多阴谋 种粮食 种蔬菜 种水果 自洁自足 这是别的没法子啊 非的从事者 只有自己耕种的 吃的就安心了 我们积极提倡 来推广 不用农药 不用化肥 种出来东西 比他们用农药化肥还要好 品质还要好 我们不会耕种 我们请农民耕种 发工资给他 一天给我做八个小时 我给你多少工钱 我用这个方法 收成之后 除了自己吃的之外 还有很多可以到市场就卖 卖了之后 付农人的工钱之外 还赚很多啊 这就是我私院经济的来源 所以我们私院经济 到场经济 不靠信徒捐献 我们自洁自足 用这个方法 用这个方法 好啊 心尘安 心安 理就得了 所以这是最健康的 这个饮食 那么第三种呢 是坐禅 坐禅呢 有坐禅的 调心 调身 你要是不懂这个规矩的时候 随时 会做出毛病出来 这个也是一种 第四种呢 有鬼神 确实 有鬼神 附体 让你得病 那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就是冤情带着 现在得病的人很多 无论是男子女子 都有奇奇怪怪的病 原因呢 多半是堕胎 堕胎那就是杀人啊 杀自己的儿女啊 你杀了他 他跑到你身上来 他那个灵跑到你身上来 来干什么 来逃命 来折磨你 这个事情就很麻烦 我们遇到很多 用佛法来给他调节 他要是接受了 他离开了 病就好了 要不肯离开 就很麻烦 但是大多数都肯离开 第五种呢 是魔神 那不神的是魔 这个跟你也是有缘 你很用功 他来折磨你 这是一类 最后一类啊 是我业 就是做的坏事 做太多了 这个坏事呢 有几个例子 佛家讲的五戒根本戒 杀神 喜欢杀神 喜欢吃肉 容易得肝病 容易得眼病 眼睛不好 这这两种 道戒 这个贪别人的钱财 地位 美食 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 损人力解 这属于道 道 这个罪啊 容易起肺病 无脏的肺病 外面的鼻 鼻痘眼这一类 都属于这些 第三种啊 淫欲 淫欲过度的肾病 耳病 耳病 就是耳听 所以叫重听 重听 听不到了 妄语 其的是脾脏 舌病 淫欲过度 喜欢淫欲的心脏病 的口病 要是杀到淫欲求 你要是不知道皆知 拼命去享受 享受过后啊 你的身心病就来了 所以佛说 犯无戒 一定会五脏五根有病 你的身心 你的身心不健康 那么另外还有一种持戒 也会得病 这个得病说 是你没有修佛之前 造了很重的罪业 或者是前世 不是这一世 是有很重的罪业 所以应该要躲地狱 那现在得病 叫重罪轻暴 他就暴掉了 所以这个是好事 不是坏事 夜消了 病就好了 总而言之 贪嗔痴之慢疑 是一切病的阴 怨恨恼怒法 是一切病的缘 又阴又缘 就发病了 发病呢 五脏六腑 这是我们生的病 外面我们居住的环境 很多灾难 这个灾难是我们感应的 不是自然灾害 大自然是最美的 大自然是最健康的 大自然怎么会害人 都是我们自己 存的心不善 造的业不善 所感应的这些灾祸 所以疾病短命 跟这个山河大地的一些灾难 这叫报应 这是我们报应 那么温烈不善 感应在外面居住的环境 佛告诉 如果这个地区人贪行很重 就会有水灾 有海啸 有海水上升 有江湖泛滥 有这些灾难 成灾 就是火灾 会引起火山爆发 不要以为发脾气 没关系 发脾气 会引起火山爆发 会引起地球温度上升 所以是 这称灾之火 于痴感着风灾 这称灾 傲慢 就感应的是地震 傲慢 怀疑 现在我们看到 山倒下来 地突然陷下去了 山崩地陷 是从怀疑而来的 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就知道 佛为什么叫我们修五界十善 身心健康 人真正把五界十善做道理 中国古人讲的基本的道德 仁义一致信 这五个字做道理 人不杀生 义不偷道 理不邪义 智不愚痴 信 因而有信 不妄忍 跟五界一个意思 这五个字做道 我们能修五界十善 能修六合 能念佛 这个人身心不会有病 所以用不住去买医疗保险 用不住去买人寿保险 都用不住了 那个钱可以拿出来做好事 自己就放心了 所以这是佛法里面教给我们 如何养生 养生 身心快乐 永远不衰不老 那么中国传统的文化 实际上它就是四个科目 五轮 五轮是讲人与人的关系 大乘佛法里面讲的能力 那是讲道究竟 大乘佛法肯定 整个宇宙 一切众生 跟我是什么关系 一体 这个是把能力讲绝了 佛为什么这样子 爱护我们 因为我们跟他是一体 比父子还要亲 因为父子是两个身体 不是一个身体 我们跟佛是一个身体 我们跟所有众生都是一个身体 所以这种爱是内心里头 这个爱是宇宙的核心 是自信的核心 自信里头第一德就是亲爱 你明心见心之后 这个德就自然流出来 所以佛菩萨没有不爱人 佛菩萨不可能有害人的念头 绝对不可以 在中国古时候 中国诸位都晓得 传统界 这个文化里头 有如是道三家 这三家 都被帝王用不上 那些帝王很聪明啊 不迷惑啊 他用乳至孤 制国 国家的时候 用儒家的方法 用佛制人 就是教化人民 人民都接受佛教的教化 人人都是好人 人人都是好人 当然四四都是好事 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社会上 过行过夜 大家最羡慕什么 做官的 羡慕做官 好好念书 将来从政 为什么干这一行呢 这一行有地位 你到哪里受到民众的尊敬 也有很好的待遇 没有工作做 为什么人都是好人 事都是好事 没有案子办的 如果一个月 有个三件五件案子 人家说 你这个地区 怎么会有这么多事情啊 所以谁不愿意做啊 我们昨天送了一套四国全书给总统 还送了一部四国毁要 这两部书是中国 千万年前 古圣先行 他们的智慧 他们修身 智家 智国 智慧 理念 经验 方法 统统在这部书里头 所以唐恩比波斯曾经说 这个世界乱了 二十一世纪 要化解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 只有中国孔孟修说 跟大乘佛法 他有道理啊 他懂得了 他知道中国有这套宝贝 所以这套宝贝啊 中国老祖宗第一叶智慧 到现在还没有人 没看到 能跟他相比的 就是发明文言文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好在哪里呢 时代在变 在变迁 这个东西永远不变 也就是说 它超越空间 超越世界 任何时代 你只学会这个文字 你就得到了 这个发明 比今天科学家发明什么 搞十倍 十倍倍倍都不止 能叫你东西保存的时候 无论在任何几千千万年之后 任何地方他都管用 他都不会变质 所以这是超越时空的 智慧 理念方法 超越时空 学这个文字 学这个文字不难 我曾经很留意的 问美国的大学生 他们说中文 我问他 我问他 学古文 你说了多久 三年 我06年 参加巴黎 联合过教育文书的一个大型的活动 也要我是主办团 也要我是主办团围 那身边呢 我就到英国去看 学校 以前去过一次 这一次就特别留意 去看这个 刘金剑桥 伦敦大学的汉学习 跟他们学生交流 跟他们的教授 举行走谈 我问他们学生 也是三年 不难啊 三年你就拿到钥匙 这四库全数 就是你自己的智慧财产 祖宗留给你的 文化没有国家界限 没有种族界限 也没有信仰界限 谁拿到这把钥匙 这东西就是他的 这个东西真的 可以给世界带来永久的安定和平 可以给我们人生 带来幸福美满的一生 只要我们肯干 肯依教奉行 我们人人都能做福 人人都能成圣 成贤 所以中国教育是圣贤教育 不是升官发财的教育 升官发财这个教育 这个观念是个错误的 你现在可以得到 但是你享受不了多久 你的病全部都发出来了 刚才我给你讲的 五脏六腑的病统统发出来 那时候就受罪了 就可怜了 所以学圣人好 学贤人好 学佛菩萨更好 所以今天这个教育问题 我是在马来西亚 跟马来西亚的华校校长老师 做了一次谈话 马来西亚的华校 有一千多个小学 有六十一个中学 所以他们的校长跟老师 有一个工会 我对他们谈话 是希望他们发心 能够把中国传统学术集成下来 学圣人 不要学富人 不要学贵人 学圣人 学闲人 学佛 学菩萨 这个好 能救自己 能够救国家 救民族 能够救世界 能够救一切东西 所以当时我提了 这个社科教学威胁 这我们要很认识 孝是中国文化的根 敬是中国文化的本 根本 落实在孝 再敬 一定也孝顺父母 尊敬老师 佛经也是把这两句放在第一 我们看到观无量寿佛经 里面讲的敬业三福 第一句孝养父母 第二句奉思四章 跟中国传统讲的完全相同 所以我们要认识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 教育是文化的生机 所以安身立命 我们一生过得平安 要教学威胁 一定要求教育 所以中国过去教育 不是卫生观发财的 创业齐家 中国的家没有了 所以我说到这个地方都会留言了 抗战时期还有家 抗战胜利之后 中国家没有了 所以今天我们做齐家 要有新的一个解释 这家就是社团 企业是个社团 所以称为企业家 中国过去是大家庭 它不是小家庭 家庭 普通家庭 一家人口总有三百多人 五代同堂 不分家的 兄弟不分家的 所以大家庭是团体生活 人生下来就有个概念 我是为家庭的服务而来的 不是为自己的 一切为隆中要主 广大门美 一生努力 就是要让我的家 能够发扬广大 能够让我的祖宗扬名厚实 得到大众的尊敬 它的目标在此地 不在过人 所以创业齐家 也是教学威胁 建国军民 教学威胁 在中国任何一个朝代 帝王取得政权之后 五年之内 就治理作约 社会就上轨道 就安定了 这教学威胁 他重视教育 中国人重视教育 真的 不是假的 他怎么重视呢 母亲怀孕 就开始教胎儿了 想还没出世 就教他了 为什么呢 这些太小的 胎儿在胎包里面 母亲起心动念 她受影响 言语 动作 她都受影响 所以怀孕的十个月当中 母亲由怀孕之理 就是说思想要纯正 不善理念头不可以有 你这个小孩完全受到震气 没有一丝毫的邪气轻辱 他重视这个 所以不应该看的东西 不好看的东西不看 不好听的东西不要听 不善理念语都不要说 也是少说话 让整个心静下来 这样小孩这样的生下来 很好叫 很听话 所以中国从胎儿叫开始 那么生下来之后 全家人对这个小孩 在小孩面前都要守礼 要端庄 不能有不礼貌的让小孩看见 看见了他就学会了 所以小孩学得很快 生下来眼睛张开 就会看 耳朵就会听 那现在是小孩难教啊 那为什么不懂这些道理啊 他三岁却学坏了 你教他就非常困难了 所以现在学会难教 这就是做母亲的未有尽道责任 母亲能够懂得太教 这母亲是圣人 你将来的儿子是圣仙 你将来的儿子是佛 是菩萨 佛菩萨人教出来的 谁教出来的 母亲教出来的 母亲太伟大了 那么这个道理现在知道的越来越少了 那么现在的学校真有问题 我把这几句念完 我再继续跟大家讲 离异之邦教求威胁 稳定和谐教求威胁 过逢明安教求威胁 太平盛世教求威胁 长治久安教求威胁 祝福暴徒教求威胁 极乐世界教求威胁 我今天看到 我对斯里兰卡总统很直接 为什么呢 他懂得教学 他把教学放在他国家行政的地位 这跟中国古代的帝王完全相同 中国历代帝王都把教学摆在地位 宅相下面这几个部 教育部摆在地位 总理首相不能上班的时候 教育部长代理 各部里头教育跌倒 换句话说 国家一切设施都是为教育负责的 都是来支持教育 把人教好了 社会安定 世界的和平 那么 怎么教法 这是一套大学文 所以教材用什么 方法用什么 我们想了很多年 也做了很多报告 都是空口说白话 为什么呢 没做出来啊 我过去在汤匙做了一个实验 把中国传统文化落实在一个小镇 做一个示范点 那是被联合国汇邮逼出来的 我在联合国汇报告 大家听得很好 都鼓掌 下来说 法师你讲得很好 那是理想啊 做不到啊 这一句话 我当头一棒了 我才知道真正危机在哪里 信心危机 我们对于古圣贤这些东西 没有信心 古老的教材没有信心 古老的方法没有信心 实际上 古老的教材跟方法 是圣贤人东西 圣贤人就是永恒不变 我们决定不能够侵蚀了 那么今天放在我这个地方 有几张照片 这个照片也是我选出来的 非洲的小黑人 这是0 1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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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非洲我没去过 我看到这个照片呢 我就想去看看 这些小黑人都是孤儿 台湾有一位法师 他收养了三千个孤儿 教他中国传统文化 背中国的孤文 背着琅琅上口 在我面前背着我听 背四书五金 背弟子规感应片 背这些东西 哎呀 我说好 太难道了 中国传统文化有继承人了 非洲小黑人进集成了 这些小黑人将来都是圣人 都是闲人 都是佛菩萨 他们能救世界呀 哎呦 我放心得不得了 所以我要到处给他表演 我们要支持他 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 所以我要找时间我去看看 刚才我说了 教学的过程 教学的方法要用老的不能用新的 新的教学方法呢 是交叉式的 很多过程 学校的 你看 第一个小时语文 第二个小时速学 语文还没有落印象 又换了 谁换了 第三个又换成历史 一换 他就在换 头脑就像江湖一样 迷迷糊糊的 这怎么能修到啊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教学 不是这样的 教制道 跪以专 夜门深入 常识寻修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在开悟 中国不重视纪问 不重视这个 重视开悟 你要得定 能开悟 所以他夜门深入 心是定的 你看现在学生 年大学生 研究所学生 心浮气躁 这个我们看到 心里就很难过 他没有定力 中国是在过去 十几岁小孩 他就有定力 你看他非常稳重 非常大方 真的就不一样 跟现在就不能相比 所以 古时候的方法好 我在早年 跟方东伟先生 学习的时候 有一次老师问我 他是你相信西医 还是相信中医 就是西医 三百年的历史 中医五千年的历史 你相信哪个 我说我当然相信五千年了 五千年是真的 进得去考验的 三百年还考不住啊 所以东西老得好 越老越好 新的东西花样很多 毛病也不少 要小心提防 我说到此地 我要请一个老师来 他教学的方法 教学的内容 他是做到了 他教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 他开一个特别的办 叫复习办 把小学从一年级到来 做成功 成绩非常可观 但是不能再往上提升 所以我们想到的 要办个一条龙的学校 学生到中学了 我就办中学 到大学我就办大学 到研究所我就办研究所 我让小学一直往到身上去 这个时候就圣贤教育 这个学位怎么办呢 学位将来要请国家 跟国家教育部来商量 请他到那个时候来考试 要给圣贤学位 不识不识 不识不识不识 他比不识高 所以我对这个事情很留意 我现在请吴老师 请吴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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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